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我们来关心一下澳克兰城市统一整体规划方面的最新的新闻 修改后的澳克兰城市统一规划方案即将公示 在经过民众讨论并修改后 这一方案将正式提交澳克兰议会讨论 据介绍修改后的城市统一规划方案 可能在9月底或10月初公示 届时社会各界人士可以获得这个方案的打印稿 便于仔细观看提出意见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 议会已经征集了众多的意见 对方案做出了一定的修改 相关议员还组织了特别工作室 对涉及到的区域的地图信息 进行了仔细的校对 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和透明 澳克兰议会表示 社会公众可以列席8月28号29号30号 举行的规划方案讨论会 相关负责人强调 澳克兰城市规划方案已经做出了修改 在正式提交前 也还会聆听各界的不同的声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